你好 你要自我介受 還是匿名呢 我是那個撿怕爆PY的那個冰奶 OK 你今天有什麼東西想要懺悔嗎 幼稚園有一次午休 天氣熱嘛 所以把那個睡袋旁邊的拉鍊拉開 就這麼剛好 旁邊的那個女同學 她剛好把她的拉鍊給拉開 然後我們聊了幾句話之後呢 就開始親起來了 來來回回應該有七次八次吧 我們親完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給對方一個CD時間 然後再進行下一回合 從一開始的嘴唇對嘴唇 然後到後面舌頭彈在一起 第六次還第七次吧 我用我的舌頭去探索她的牙齒啊 還是她舌頭底下那一塊區域 能用舌頭碰到的地方就盡量去碰 那你覺得你那時候喜歡這個女生嗎 我不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她見面 也是最後一次嗎 沒錯 因為我隔天 跑去跟別的男人親人 哈哈哈 人家初戀都是失戀 你的初戀怎麼還親過嘴 還舌吻 會不會其實是男生 你有沒有想過那是你的好朋友 不會 她聲音就是個女的 還沒長猴姐嗎 你怎麼那麼確定 你那麼想要過眼 哈哈哈 我還沒想過耶 但好像也不錯耶 哈 好像也不錯啊 OK 國中時期 那時候我有一個比較要好的女性朋友 因為她是婦女啊 我畢業樓也有小看一點點 所以看她聊天內容 大多分都是畢業樓的話題 聊著聊著我就問她說 我有買一個鋼鞭耶 你要不要看看 要的話我可以帶來喔 然後她就說 好啊 讓我看看 隔天帶到學校之後 有幾個同學 就靠過來和我們聊天 我們就剛好聊到 畢業樓的部分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說 拿出來 登登登登登 鋼鞭 那個長度 應該是有一包衛生紙那樣長 會有幾顆是塞不進去的嘛 因為 長到鋼門什麼的 也還沒有進入完全洗 所以說大概有三分之一沒有塞進去 就跟他們說 這三分之一是還沒有進去過的喔 所以那個你們要碰的話 你們就要碰這邊喔 你沒有洗嗎 有洗 我當然有洗 有味道的話會被識破 但是 後面想了一想 雖然說沒有進去過 但是都會碰到喔 而且就算沒碰到的話 那個汁水也會流下去 所以其實好像沒什麼差 他們有因為你這樣分享 而被開發嗎 沒有啊 因為 男生的話 他們會覺得我是怪卡 有點怪怪的 女生的話 他們就是看到 真奇異獸的感覺 除了鋼鞭之外 我還要帶了兩顆 細腳奶奶 你是喜歡 把自己扮成餵娘 這樣子 他不是拿來電凶的 但是我這邊真的有女服裝 那你有照片嗎 有啊 那你要分享給大家看嗎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嗎 對吧 那等一下喔 好那我放出來囉 其實蠻色的耶 可是因為現在頭髮比較短 等你以後化個妝 來個正確的表情 你應該是上等肥羊 康大獎有興趣了 康大獎 真的嗎 真的嗎 等一下 你好像也很有興趣耶 你是結紋嗎 我不是 但是我可以是 所以你可以接受幫男生吹 然後吞下去 可以啊 因為我也會自產自消啊 蛤 你會吃自己的 對因為我抱持著一個理念是 如果我今天要個女生幫我吹 然後我射在她嘴裡的話啊 我也要吃過啊 這樣的話 才叫公平啊 公平 公平 還是他媽的公平 確實蠻公平的 那你覺得你的味道如何 你要不要形容一下自己的味道 我覺得其實就是 帶有一點點腥味的痰 一點點腥味的痰 OK 到舌頭 它還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頂多有點腥味 吞下去之後 會帶有點發麻的感覺 吞到喉嚨之後呢 會有兩種狀況 第一 帶有點腥味 第二 喉嚨整個燒起來 你說你的小讓你喉嚨感覺上燒起來 你的腳是什麼工業酒精嗎 我這樣可以正大光明的跟你說一句話 雖然有點沒禮貌 你是假小斤仔嗎 是喔 我是假小斤仔喔 OK 我剛剛不是說帶兩顆西郊妹妹去學校嗎 其中一顆有被我插入過 班上那個時候 上課期間嘛 大家都回到教室了 然後大家都看到 欸有西郊妹妹 這後面有個洞欸 冰奶 你有放進去過嗎 我那時候跟他們說沒有 的原因是因為 十二十隻手一直摸著那一顆 被我插過的西郊妹妹 已經有些人把手指頭放進去了 哈哈哈哈 我不敢說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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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好 好 感謝你的分享 感謝你的分享 我